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你要卡 但是很難卡住中國大陸的這些運動小將們 不斷的突圍 好 最新消息來看到 像陳夢桌球女丹金牌 他是打敗他的後輩 然後另外最新的是羽球的女子雙檔 也是摘金了 那最新消息是女丹的半決賽當中 西班牙名將馬林受傷退賽了 何彬焦還上前去慰問 他是晉級到了決賽當中 但是大使你怎麼看 我們剛才提到的反興奮劑相關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這個反興奮劑這個案子 其實是 我先把我的結論講出來 我看了這麼久以後 我覺得是在美國政府 這個精心的策劃 協調之下 企圖掀起一場 世界泳談的一個麥卡錫主義 我插播一下 梵建東拿冠軍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我想這次就是一個麥卡錫主義 基本上就是怎麼樣呢 他的目的是很毒惡的 不只是要把中國的奧林匹克的勇隊 把他妖魔化 那麼他事實上 他目的是要打擊 嚴重打擊中國人 及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將中國及中國人塑造成一個 凡事都是靠作弊造假 獲得現有一切的一個民族跟國家 這怎麼跟美國說什麼中國大陸殲20抄襲 福建建超襲也是同一個套路 所以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對中國大陸的一個 美國美其名來講的話 就是說跟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競爭 可是你覺得這個競爭是一個公平競爭嗎 這是侮蔑對手嘛 妖魔化對手嘛 所以這一切都是我認為都不是突發的 從這個美國開始跟挖打作對 到怎麼樣到最後怎樣 然後呢跟挖打施壓 不斷地追中國大勇隊進行這種心理戰 各種騷擾 再加上美國的這個報紙 這個是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 刊登在奧運期間 刊登這樣一篇非常 沒有事實根據歪曲 而且是有目的的這樣子一篇報導 再加上美國的國會議員 不要忘記 美國國會議員通過一個決定 要對挖打正式施壓 其實都是不斷不斷在重複一個訊息 就是中國的勇隊是什麼 靠作弊 靠禁藥取得成績的 然後還在中國的勇隊 還沒有拿到成績之一 他就已經做了非常多的 做的這種鋪陳 這個是不是單一事件 這每一個都是環環相扣的 這是有一個中央廚房 基本上要把中國大陸的 所有的國家的形象跟人民的形象 把它妖魔化 就是一個作弊 就是一個靠不正當手段獲取名或利的一個國家跟民主 這是美國一直在做的 你看這個所有貿易的問題 美國說中國大陸不公平不公平貿易 國際貿易法有各種這種申訴跟這種走司法裁判的途徑 美國從來沒有走一步 從來都是單方面 宣布你這個不公平貿易 你抄襲 你如何如何到竊取它的機密 然後呢 如何如何 不遵守美國法律 所以這個其實是美國在各個領域 對付中國的一個在體育這個環節裡面的一個翻版而已 不過我覺得中國大陸基本上就是說沒有上當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了 結果變成就是說 中國大陸游泳隊31個人 平均每個人在這個奧運期這個期間接受了21次有關的藥減 澳洲隊有41個游泳隊人員 他平均只接受了4次 美國的46個人 對不對 游泳隊他只平均接受6次 中國大陸是他們的 5倍 4倍到5倍之多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某種程度我們不是阿Q啊 這一個挖打這個整個的這個要件 還給了中國泳隊的一個清白 對 而且我覺得就是說不管是這個 中國的泳隊的這個隊員出來講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的被建設的心理是健康的 也就是說我不在乎 你來就好了 雖然你5點鐘就要把我叫醒 你6點就把我叫醒 對不對 讓我一天做個四五次 可是中國大陸的勇 我覺得整個的這個這個游泳隊的 一個心理建設就是說 我不要受這個影響 我認為這個反正就是 我就當做一個事實去接受 那正因為如此 你看看拿了冠軍以後 他們都還有話要講 可是呢沒有人會相信 因為中國的勇隊所有的奪牌的選手 都已經受到最嚴苛的這個挑戰 法國這次的這個冠軍選手 你知道他在檢測的時候發覺他不住在選手圈 他沒有受到應當的檢測 他拿了三面金牌 如果是中國的話 那你看怎麼辦 如果是中國的話 那這個美國會發動所有的機器 我說不是是美國的奧運會 美國有勇隊在那邊表演 是美國的政府在運用他所有的一切力量 要藉這個項目來達到 把中國大陸這個國家 中國這個國家 把中國人的這個形象 他要怎麼樣 要把它妖魔化 要把它往下壓 所以你不要小看 這只是一個運動的場域 我們抱著很單純 我們抱著很簡單的信心 這是一個公平競爭 奧會的宗旨了不起 在千年之前 這個希臘城邦為了消弭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為了追求和平 有奧運這個精神 可這個精神在美國這個國家裡面 在西方一些國家看起來 這就是他維持他霸權 維持他怎麼樣 他自己的種族優秀論 維持什麼 維持他這個 一切都比別人優秀的 這個地位跟形象很重要的一個怎麼樣 一個工具而已 他才不是真的為了運動 所以我看到中國小將的這種發言表現 我覺得奧運的精神 大部分繼承在中國 中國的跟中國運動的身上 這些在批評中國選手 這些西方的運動員跟他們教練 真的是很可恥 對 好我們還是要為全華人的這些小將們一起來加油 包括了中國大陸啊 台灣啊 香港啊 澳門啊 馬來西亞新加坡 大家都一起加油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 皇家 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 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 KS RUYOR CA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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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